来来来,重要的事情我先说 Omicron能被检测,疫情防控措施仍然有效 我国未在香港以外地区发现输入病例 新冠病毒Omicron变异株自11月9日首次在南非被发现 在两周时间内迅猛增长 已成为南非豪登省新冠感染病例的绝对优势变异株 截至11月30日,共计17个国家和地区发现149例确诊病例 全球69个国家和地区针对Omicron实施了旅行限制 德国还报告了首例无旅行史未接触旅行者的Omicron病例 虽然携带大量突变的Omicron来势汹汹 但是目前也不必过度紧张 国家卫健委指出对Omicron变异株的基因组分析显示 其突变位点不影响我国主流核酸检测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也就是说,我国现有的核酸检测可以减出Omicron 另外,目前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仍然有效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已经针对Omicron变异株建立了特异性核酸检测方法 并持续针对可能的输入病例开展病毒基因组检测 可能输入我国的Omicron变异株能够及时被发现 它在受体结合部位有比较多的变异点 但是它有多大的危害性 它传播会有多快 它会不会使得疾病更加严重 以及是不是要针对它来进行疫苗 还要根据情况 现在为时太早 目前科学界仍在研究三个主要问题 Omicron变异株的出现原因 它的传播力以及对疫苗和抗体药物的影响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官方解读 目前对该变异株出现的原因有三种猜测 一、免疫缺陷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 在体内进化累积了大量突变 偶然传播 二、某种动物群体感染新冠病毒 并发生适应性进化 随后溢出传染到人类 三、该病毒基因组变异监测落后的国家或地区 持续流行了很长时间 因监测能力不足 进化的中间代次病毒未能被及时发现 根据现有的数据 Omicron同时具有四种变异株的部分特点 这让Omicron更具细胞受体亲和力和病毒复制的能力 研究表明 新冠病毒S蛋白若出现三种突变 提示免疫逃逸能力增强 而科学家已经在Omicron变异株上发现了三种突变 因此该毒株现有疫苗免疫逃逸的能力 以及其本身的传播力 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监测研究 当然除了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减少非必要出入境外 戴口罩仍是阻断病毒传播的有效方式 国家卫健委提醒 即使已经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和接种加强针的情况下 也同样需要在室内公共场所 公共交通工具等场所佩戴口罩 此外 别忘了勤洗手和室内多通风 坚持防疫不松懈 冬季防病不放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